各位在线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收听2024年标普全球汽车系列在线研讨会 我是标普全球汽车咨询顾问黄珊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分享是可持续发展 那么随着中国政府双碳目标的一个确定 那各行各业开始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也提到他们的工作日程 那么交通行业作为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排放源 那么全球而言交通行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占到这个全球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所以整个交通行业快速有效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条件 那么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双积分来推动汽车行业的一个减排 也就是限定燃油车的一个燃油消耗量 以及推广新能源车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仅仅依靠这个电动化是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 所需要的一个减碳目标 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需要以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 来去审视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进行必要的一个减碳 那么今天我将代表表谷全球汽车与可持续发展团队 分享我们在这个话题上面的观点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博翠循环科技的 总经理兼董事长林晓先生 来分享这一个话题上面的洞见 那么在两个分享完毕以后 我们将有5到10分钟的Q&A时间 各位听众可以把想跟我们探导的问题 填入到对话框当中 感谢观看